去年因疫情而取消的世界移動通訊大會 下週一到週四將在西班牙巴塞羅那 恢復以現場方式舉行展會 但將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 以及限制參展人數 巴塞羅那展覽中心 週一將迎來成千上萬的與會者 參加世界移動通訊大會 以往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 通常會吸引來自200個國家和地區的 約10萬名遊客來到這座城市 大會去年因疫情被取消 今年在舉辦現場展會的同時 組織者還將部分活動以在線虛擬方式進行 預計將有約3萬5千人來到展廳 展會350位演講中 有三分之一包括特斯拉創始人 埃羅馬斯克將以虛擬方式演講 但包括愛立信、諾基亞和索尼在內的 幾家移動通訊巨頭放棄參加下週的活動 讓今年展會恢復正常的希望難以實現 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韓國三星 也決定只在週一晚上舉行一場虛擬活動 大會組織者與西班牙當局達成協議 允許所有大會註冊者、參展商、 與會者等進入西班牙 並參加為期四天的大會 去年展會取消對巴塞羅那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打擊 該市自2006年以來一直舉辦這一年度盛會 為酒店、餐館和出租車公司提供了巨大的收入來源 週六 西班牙已取消在戶外佩戴口罩的要求 但人們要保持至少1.5米的距離 在室內公共場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 仍強制佩戴口罩 新唐人記者嚴峰、陳海月綜合報導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わり